梁汉成先生,登峰县骆驼岩村人,以年届82岁高龄,仍习武不措。 他练的少林达摩杖,为少林寺传统套路,勾挂点坯,皆有独到之处。 梁英武先生,登峰县骆驼岩村人,现年74岁,他练的少林长拳仍保留了传统武术的风格特点,朝朝世事,雄剑有力。 他练的棍,为传统棍法,看起来简单,用起来顺手。 张广俊先生,一届78岁高龄,曾获全国武术运动赛传统武术金牛奖。 老人虽年事已高,但身体硬朗,每天仍习武健身。 早年追随李根生大师,学习少林舞技,身得老师真传。 刘振海先生,登峰县大金店人,现年58岁,早年追随少林寺武功总教练施德根大师,学习少林武术。 曾在登峰县体委武术挖掘整理小组工作,写出了少林武术全介路。 唐云,河南省尚蔡县人,曾从事于少林寺武增总教练施德根大师的俗家弟子王熙贤先生,学习少林武术。 他练的炮拳刚劲有力,丝毫为师传统武术的风格。 刘存良先生,登峰县城关镇高庄村人,现年58岁,从事于施德根大师。 刘存良先生,登峰县城关镇高庄村人,现年58岁。 他练的少林春秋大刀,始终保留传统武术的风格特点。 刘存良先生,登峰县城关镇高庄村人,尊重工县城关镇高庄村人,尊重工县城关镇高庄村人。 陈武经先生,登峰县城关镇高庄村人,现年65岁。 他早年习武,宜常认真,朝朝世事,雄尽有力。 王亚平,登峰县城关镇高庄村人,尊重工县城关镇高庄村人,尊重工县城关镇高庄村人,尊重工县城关镇高庄村人。 在少林期间,随士德根大师习武,至今虽然幼臂残疾,仍习武受徒。 杨贵武先生,掩饰县城关镇高庄村人,现年65岁。 是少林寺40年代武僧总教练的俗家大弟子,深得老师真传。 他练习的少林心一把,深得老师秘诀传授,功夫有独到之处,不失为传统武术之精华。 他练习的少林,尊重工县城关镇高庄村人,尊重工县城关镇高庄村人,尊重工县城关镇高庄村人。 杨贵武先生,尊重工县城关镇高庄村人,尊重工县城关镇高庄村人,尊重工县城关镇高庄村人。 四十年代少林寺武僧总教练施德根大师的俗家闭门弟子。 四十年代少林,尊重工县城关镇高庄村人,尊重工县城关镇高庄村人,尊重工县城关镇高庄村人。 大人民保安革城关镇高庄村人。 祂在望重工县城关镇高庄村人。 Bom,是这样的值得重量。 我也唯不利,请训讬 ColeCYK difference,尊重工县城关镇和阻 simplement操入。 尊重工县城关镇高庄村人。 谢谢大家